大家好,我是潘大帅,欢迎收看本期大关站,来关键吧,狠人大哥的博士,这把排到的是卡梦的勘探换老师的舞女,但勘探这个点,无论在谁手上面,我觉得打博士那都是个弟弟,那都不是个弟弟了,那是个小弟弟,这边看到舞女,找到勘探员,基本上就可以直接带走的, 这边的佣兵的话,这里跳,这一波没打到,有点可惜啊,跳过来,好的,漂亮,这边的话,八音盒全踩了啦,我觉得可以踩掉,因为博士其实还蛮烦这些八音盒的,就你不把他踩掉呢,后续他在舞女手上面或多或少,现在反正这边就能踩吧,就把他踩踩掉了,带的是个狮草, 这边打狮草吗,我觉得插眼会不会好一点啊,狮草其实他的一个,用性没有,插眼范围广,就插眼,就是他比较百搭嘛,什么局势都能用,狮草的话呢,相对来讲比较吃局势,这里的话,抽,再抽,有,又是这个口子, 我刚刚还想说一句话,在嘴巴边没说出来,就是,他这一刀是没有跳的,他这一刀刚50点能量,所以游民这边翻进去,他这刀没跳,他还得再找机会,那这波舒服了呀,击倒啊,然后过来看看能不能怪台机子什么的, 武女现在已经是个白板了,看他以为这边机子也点掉,就现在点掉两台机子,那这个市场还用不出来,那市场还用不出来,现在这个市场还等于说是挂在那边,干放着的,这如果是个插眼就要好很多了,对吧,刚刚优兵那边倒地,下一个眼,然后这边,马基这边可以下个眼,这里的话,病患是,断触了一波嘛,突然停住了, 因为这个地方停住是不太能理解的,所以我感觉应该是断触或者打了怎么这样,肯仁哥,现在局势上没来讲,应该是占据一定的小游,但也没有多大吧,可能就6.5,不,5.5对4.5那种,说真有优势,我觉得也没有特别多的优势, 因为他毕竟这个市场带的作用到现在还没发挥出来,等于这个技能就是白带的,等于这个技能就是白带的,这两个户壁,这两个户壁估计要开始交了,不交啊,等你,等你,你跳户壁,我这边跟冲刺,你不跳户壁,我跟普通刀,他说实话这把博士要赢,他得切传送了,我觉得,这边他还是这个市场,五女这边的机子,踹了,其实意义,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大,你只要市场踹完以后, 抓五女,节奏一般吧,他最好是传送落地秒人,五女就好一点,这里的话,五女应该是有机会能打一刀了,一个飞轮出版,绕过来,中刀给你一刀好了,狠人哥的这个基本功还是扎实,刚才打傭兵那两刀说实话,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极限,一个调皮,一个极限, 砸击这边的机子,变化这边的机子应该是影响不到了,这边带走五女,变化这边的机子刚点完,然后这里的话,勘探员过去补最后一台,傭兵这边的话,没有人摸吗,这个傭兵,刚才那傭兵没有人摸意味着什么呢,意味着这个傭兵是有自己的,就是刚才傭兵是被五女摸起来的,所以说才会被人摸, 博士这边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,回来打针对,先把你这个傭兵给淘汰了,这一个傭兵跳,这里有没有机会重击,刀破板,傭兵最后一个傭兵,跟,还行吧,还行吧,这边傭兵拖的时间其实也不短了,看探员这边想来宝,看探员,你的小弟弟你还想来宝, 哎,跳,36的机子,机子还是不够的,这边的话,yes,刀,但是没有拉在这个磁铁的一个关键节点上面,所以说还是被吸住的,但问题不大,我觉得这边傭兵该倒还得倒,看探员这边过来,宝,是宝的挺好,吸了一手,那你看探员先倒,但是这个机子, 够不够啊,切传送了,那你别说,看探员这波的话,作用还是蛮大的,那真的是把这个傭兵给保活了,这边由于怕密码机,被点亮,因为哪一刀傭兵,这傭兵不是瞬间倒地的,他还有15秒的那个,战役的,不会瞬间倒地的话,就会出现什么呢,你这个密码机如果好了,他这边又死活了,他所以说这边选择过来,过来拐密码机,我觉得也是正确的,压着这边, 这边继续打,这边看探员教自己,由于有耳鸣,焕老师这边这个位置站着,给到这个耳鸣还挺烦的,没找到焕老师, 再来找到卡梦,卡梦这边的话,手里有磁铁,但是真的没有空啊,一个跳P,好的,漂亮,对于这个窗口的一个把握是真的很细腻啊,武女这边是想强冲密码机了,这边是想强抢,因为他这边的话压好自己的血线呢,就你这边过来的话,我这边是可以把自己扎满, 然后扛你一刀以后我再走,真心把自己补满,打一刀,飞轮,不敢犯吧,球里那边来抢打,应该是不太合适的,慢慢来吧,这边傭兵也过来,他们抢打的话,容易崩啊,这个局是不能抢打的,这个局只能干嘛的, 武女这边把卡梦摸起来,然后两个人状态不好以后,重新起新妻子,你要没人倒地,你把你傭兵这时候压根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地方,傭兵现在就是这隐身人,他就应该在博士们现在隐身,因为这个傭兵是个倒地霉,那这轮的话,由于求生者的一个战术安排是强冲,是要把自己冲出事儿来的,这个是要冲出事儿来的,这时候你傭兵敢不敢碰马迹,你碰马迹,我这边传送过来,把你傭兵给打了,傭兵倒地霉,找到傭兵了, 找到傭兵的话,这边看一眼密码机,其实他围绕着这些密码机打就可以了,因为现在穷者间,只是划山一条路就强冲了,强冲,我手,就可以,这个飞轮教的还是蛮不错的,回身过来,手里面的话,现在冲刺不够,他如果手里面有三个冲刺,我觉得这边可能就冲这个傭兵了,有三个冲刺可能就冲傭兵,这边其实可以等一等,再拉扯一波,慢慢拉扯,对,你手里有传送了吗,不着急的, 这一刀打得有点着急,你冲,这边傭兵,要忍住啊,这不能忍不住啊,这一波你过来,好,反绕,可以,找到机会,一刀打中,nice, 优兵倒地没,这边病患也是个倒地没,求人者应该是没了,蛮可惜的,因为这局的话,确实,是没想到卡梦的勘探员,能这么,这都把这个局势给盘活了,把优兵给保下来,本来这优兵老早已经没了的, 想打一个取消擦刀,但是没能成,外面现在再起机子呢,由于这个病患,这也是个倒地没,病患也是个倒地没,博士这边的话,如果看见这病患,其实是可以强冲这个病患的, 手里面冲刺不够,冲刺不够,但还有一个应该差不多了,因为病患是个白板嘛,这边可以先压个重击也行,我觉得,冲刺,倒了, 诶,这边病患的一个走位其实还蛮不错的,啊,密码机点了,我有薄命,我有挽留,我有传送, 诶,这这这这什么情况, 再一个冲刺,进入涌动状态,好,现在可以破版了,我现在,诶,无敌,无敌是多么,多么,寂寞,没有用,哈, 范老师应该跳地窖了吧,蛮可惜的吧,因为这个局,当时如果说,佣兵,当时这个东西呢,因为是路人局,没办法讲, 啊,就是在上级小看来的话,当时,呃, 求者是完全有时间去外面补状态,补完状态以后,重新再来打的,也是该的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,